就是發生在板塊的面上的 板塊的前緣的面上 所以它這是兩個不一樣的 地質上的構造所發生的地震 地震的行為也不太一樣 以我們現在這樣看 以淺層的來說 在這裡發生地震的 歷史上面的次數 是少於深層的 也就是說以末代所引發的 是少於以末代所引發的 我們從歷史上來看 在這一代絕大部分 發生規模超過6的並不多 那從1973年到現在為止 只有1990年 1990年發生過一次規模6.7 那之後就是還有一個更早的應該是 19我看一下 1908幾年的 1982年有一個規模6.0的 然後就是剩下就今天這個 的規模6.28就接近6.3的 所以絕大部分在這個地區 絕大部分是規模 都發生在規模5到6之間 那規模6以上偏少 比深層的部分 也就是說以末代所造成的地震 還是算是比較少一點 那以末代的 比較大的地震是比較多的 那這個地震 它所引發的 因為它是淺層的地震 所以全台都有港 那最最最遠的地方 就是包括屏東 這個地方都有二級的震度 那沒有一級 最小就是二級震度 那最大的震度是發生在花蓮的水蓮 這個站 它有五落 五落的震度 那四級的震度分布非常的廣 有大概有七八個縣市 都有四級的震度 那這個地震 我們預估 預估 未來三天內 都還會有 這個規模4以上的余震發生 那從地震發生 開始就一直有余震進來 那到目前為止 我出來接受採訪之前 總共有八個余震 加上主震 這個序列 現在已經有九個地震 那八個余震 八個余震裡面 有兩個余震規模超過四 就四到五之間有兩個 那三到四之間有六個 那整個地震序列 現在還在發展當中 但是我們不排除 就像我說的 不排除三天內還會有規模四以上的地震 余震發生 那三以上的余震 可能要到一個禮拜 那這個就要看這個地區 因為這個地區跟 如果這個地區是在深層 也就是說比較深的地方 四十幾公里發生 那是以末帶的話 那余震的次數就會少很多 但是因為它在淺層 那這個淺層呢 在這個地區還蠻多的破碎帶 還蠻多破碎帶 所以它會 它的余震會多一點 以上是我一個比較簡單的報告 那不知道各位還有什麼問題要問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